每年開學前 基隆市昭陽愛心社都會特別辦理 疾難個案子女助學金註冊金發放活動 針對弱勢及清寒國中高中以及大專學子 每人五千元的助學金 希望幫助學子們能夠順利註冊安心念書 就是學習民旅館高中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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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 愛心者都跟他一起討論 利用失敗 屬下的錢 幫他幫忙 讓他開學 要助學 比較不容易 要開學 所以都不要助學 招揚愛心社創設二十多年來 幫助弱勢家庭和學子持續順利求學 也讓身為社員的基隆市議員張耿輝 以及前往關心的市議員韓世玉 和國民黨立委參選的林佩祥市議員服務處人員 都感到非常欣慰 之前發放 我想在這邊 我們也鼓勵更多的愛心人士 能夠共同的加入我們招揚愛心社 那同時也齊敏這些受贈的這些子女 將來有機會的話 也希望能夠貢獻給我們社會 然後加入愛心 再要招揚愛心社 然後大家一起來發揮我們這個招揚的愛心 在此 市議員深深的感謝 我們這個招揚愛心社 多年來呢 一起呢 關心我們各個招揚的公司主席 市議員在此也希望呢 我們市政府及基隆市議會 未來呢 一起努力 讓我們更多呢 是要幫助的人 回到我們救助以及關牌 社會上的貢獻量多 拜登媽祖母 教育的環境 非常感激 愛心社 市議員林佩祥也非常關心這個社團 這個對社會上的貢獻 非常的多 這次開學前受賄的學生 總共有37位 每人5000元 總共發出18萬多元左右的助學金 記者吳俊松 基東報導